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68公分 61公斤 好 那陈敏呢 他提供的资料是这样的 就说 他很聪明哦 就说陈敏 你呢 靠着减少饮食 对不对 你说你减少淀粉 增加蛋白质 诶 好像有瘦 对不对 可是瘦一瘦 瘦的过程当中 月经不见了 所以你现在会紧张 你想说 是不是 难道是不是要吃回去 他才会回来 好 这个部分我先回答 基本上 我们在减重的过程当中 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 因为我常讲 我们的脂肪 它不是只有瘦的脸 它本身还是一个内分泌的器官 所以呢 如果你在减重的过程当中 你的脂肪有减少了 你一开始内分泌过一段时间 会乱一下子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要避孕 我常讲 不要用安全期的避孕法 应该用其他的方式 免得不小心怀孕了 听懂吗 所以这个是第一点要告诉你的 就是说 不要害怕 你只要瘦下来 到达你的目标体重 维持一段时间 慢慢慢慢月经就会正常了 这个第一点要跟你说的 那第二个 我看一下你的饮食习惯里面 好像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爱吃零食 然后呢 又没有运动的习惯 那难怪了 你爱吃零食 热量随时会跑进来 没有运动的习惯 你没有肌肉把它代谢掉 所以呢 难怪你很容易腹胖 对不对 越减肥 越肥 这样听懂吗 所以我要再建议一次 拜托改掉爱吃零食的习惯 一天就是三餐 够了 三餐以外的时间有点饿 你就喝水就好了 听懂吗 那么呢 运动的习惯一定要加强 你要运动 那么你刚好你说你的问题是 你的腿太粗嘛 你希望腿细一点 那么168公分 其实如果瘦到五字头就漂亮了 所以你只要用对方法 对不对 我刚讲了 这个饮食控制你有努力 然后你运动可以做一些 就是不要太剧烈 像现在很流行一些什么振多焰的方法 你要看 振多焰那个方法 其实有时候会把腿练出的 因为它那个是有类似像肌力训练的一些动作 会一下子就很痠很累 然后会有大量流汗 那个是在练肌力训练 那个会把你的腿练得比较壮 所以你应该练的是 我在其他单元有讲到就是那种空踩脚踏车的运动 就是躺在客厅 脚不要去撑你的上半身的重 在空中这样反复空踩 那每天做个300下到500下 你的腿就会有紧实 纤细 漂亮的效果的 你试试看 哈喽 各位艾瘦美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再来到艾瘦美问秋衣 我们今天回答一位也是台湾网友的问题 她叫吴婉怡 好婉怡呢 她是一位19岁的女生 身高150公分 体重49公斤 那婉怡其实150公分 49公斤 真的是稍微秀珍了一点嘛 对不对 但是49可以再瘦一点 婉怡如果说你真的能够瘦到45以下 那就很小只的那种可爱感 对吧 你说你有运动 那么你的运动 不知道你运动到什么程度 但是因为你的困扰是在你的大腿 对不对 那大腿的话当然有可能是脂肪堆积 也有可能是肌肉肥厚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运动的话 就要记得邱医师提醒的 不要去做太剧烈的那种无氧的运动 免得把大腿越练越粗 这是一个 还有你说你有爱吃零食的习惯 如果你有关注我们的专栏 你就知道邱医师通常很反对你们吃零食 为什么 第一个他营养价值不高 那么第二个呢 随时会让你有堆积脂肪的机会 听懂这意思吗 零食嘴馋的受吃 但是呢你不要忘了 当你一吃的时候 这个你就增加了一份发胖的机会 所以如果说真的压力大 或者说不吃不爽的时候呢 基本上我都是这样 我建议你们咬口香糖 就是口香糖可以让你嘴巴不要有怪味嘛 对不对 那同时呢也站住那个嘴巴 让你不要有机会去吃到有热量的东西 那有人就会问我说邱医师 可是口香糖咬一咬 那个会变国字脸 那其实不用那么紧张啦 咬口香糖不可能变国字脸的 为什么 你看那个咬槟榔的人 那是很用力 这样咬 它才有办法把这个地方练大 对不对 所以口香糖我们有时候后面咬一咬 我们放到前面来咬 这样咬 这样咬 根本也不会什么练到后面咀嚼剂肌的问题 所以大可不必担心 可是你有提到说你爱喝红茶 我就不知道你这个红茶 到底是不是有 有那么加糖分的 基本上红茶要不加糖的好像不太多 通常红茶里面都有糖分 那不就跟喝吃零食一样吗 又喝红茶又吃零食 你咬能不胖 所以你赶快改掉这个坏习惯 那运动的方式再调一下 你的大腿就有希望变细了 哈喽各位爱受美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再度来到爱受美问求音 我们今天终于找到我同学了 我要回答一位高雄网友的问题 为什么讲说是我同学呢 因为她跟我同年纪 那是一位王秀娇小姐 应该叫小姐 王秀娇提供的资料是这样 56岁158公分59公斤 这样大家都知道我的年龄了 对吧 OK 那没关系 年龄不是秘密 对不对 维持健康 有道理 为什么 因为年龄呢 我们讲说 心才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心年轻永远不会老 听懂这意思吗 所以邱医师一直保持着年轻 这个跟年轻人一样的心态 所以你看邱医师看起来 对没有那么老的感觉 对吧 看起来好像55岁 好 OK 好那王秀娇的问题呢 我想也是所有 我那些同学的问题 那些女同学的问题 就是说 因为呢年纪大 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组织啊 会比较松弛 那组织一松弛 即便你很努力瘦下来 你会发现垮垮的 听懂这意思吗 所以秀娇你的问题也是一样的 你就说 你很棒哦 你曾经靠着饮食跟运动 瘦下来 你说很有效 哇我觉得要给你肯定一下 为什么 你从65公斤瘦到58公斤 那 这就是证明说 很多人说他瘦不下来 没办法 他就是体质的问题 就是年纪的问题 所以他瘦不下来 你看你也是提供 你是产后肥胖啊 新成代谢也不好啊 我们我们这个年纪 新成代谢怎么可能多好 但是你成功了 你从65瘦到58 我给你拍拍手 为什么 你证明了 其实只要有心 体重还是可以控制的很好 对不对 那现在你的困扰就是说 可是还是有那个蝴蝶秀的问题啊 肚子秃秃的啊 屁股大大的 对不对 还有那个大腿这边粗粗的 对那这个部分呢 你的体重 基本上来讲158 59 可以再瘦一点 瘦到55左右 那在这个瘦的过程当中 我建议你哦 是用一些外力加压的方式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 靠着自己已经瘦下来了 再利用外力加压的方式呢 你可以靠着那个细胞接触性抑制的原理呢 让它再紧一点点 比如说你穿一些瘦身衣 或者一些腰夹 或者是一些紧身束腹 束手臂的 这些东西的使用 不要太过度啊 量力而为 循序见记 持之隐恒 那用这种方式呢 让它 达到那种外力加压 细胞接触性抑制 每个地方都有缩小的可能 那如果真的不行 那只好靠一个我们医学能力帮助的 这个真的是不得已的 那就只好 可以把它列入选项之一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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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